好 我们的开球 亚洲棒球总会会长彭承浩 为两岸学生棒球联赛开球 首场开幕赛由世信大学 对上上届冠亚军 北方工业大学 一局上班 世信大学得到一分拔得头筹 大陆棒球运动近来发展快速 从台湾早体育系学生就读 聘请前职棒兄弟相组教练指导 来到这个北方工业大学已经第六年了 我刚来的时候觉得棒球 在大陆好像是一个沙漠 但是两年过了两年以后 这几年在各地都已经就是开花了 今年两岸半球赛新设女子棒球组 来自台湾12支参赛队伍中的 台北势力大学 猛甲联队出赞大陆女子队 对方看起来很高大 不怕我们更高大 心里高大 两岸半球联赛明年将完成 N加6加1的模式 N是预选赛 而6则是在两岸各三个城市 完成分赛赛 而1则是总决赛 龙明彪表示 乐见两岸选手共同组队参加奥运 两岸结合在一起 台湾的一些棒球是优势 两岸同组一支球队去打奥运 都走成一个中国队 我们共同去努力 本届赛事已列入今年国台办 两岸校园体育重点交流专案 这次总决赛预定在深圳举行 有机会也将到高雄比赛 记者陈正茂金属清 北京丰台报道 事先讨厌